首先海芯要發乾貨 發乾貨買的療芯或海芯 要先將它乾蒸 乾蒸的原理是沒有水 先將它乾蒸 你看看它的大小 我今次介紹的 就是關西療芯80至90支 它要先乾蒸20分鐘 然後用水浸一晚 浸一晚之後 再用一些滾水去焗 焗至水冷 用刀測試可不可以解開 你看到這是背部 這是底部 還有圓圈這個位置 這裡是沒有頭的 要在大圓圈這個位置落刀 否則會解難 這個位置落刀會減少解難 要解到這裡就盡了 就算了 你就會看到裡面有很多內臟 很多的腸 很多的垃圾 很多的垃圾 你需要用一些匙羹 把它刮掉 直至刮到這些腸全都沒有了 這樣為之可以 而且你要看開的時候 洗完之後 它是我們叫夠不夠身 如果你不夠身的時候 我們要再做多一次的程序 就是再用滾水再浸多一次 這樣才可以 通常發療心的時候 我們需要用三至四天的時間 才完成